能听到吗 尊敬的李洲谷行长 各位中外的嘉宾朋友 非常非常的高兴 能够参加此次的 我们律师发展论坛 在新年一时和来自我们联合国 日本 匈牙利和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 一起来探讨 气候变化的应对 和绿色低碳的 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话题 首先我是代表地方金融局 对论坛的召开 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大家长期关心和支持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里面结合实际的工作 和大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交流 第一个方面就是海南 当前自贸港建设 我们在金融业支持和服务 绿色金融发展的功能方面 受到了持续的加强 从去年的海南自贸港 总理发案的发布以来 海南的金融业深入的贯彻总书记提出的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坚持以制度集成创新为引领 紧紧的围绕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 便利化 加快开放创新的步伐 当前我们的金融的组织体系 不断的健全完善 因为大家知道海南的金融基础 的确还是相当薄弱的 在这两年的发展 我们目前各类的金融机构 已经达到了610家 金融的数量 在总理发案公布以后明显的增加 我们在信贷的规模 包括保险的 保费的收入等方面 也不断的增加 直接融资的比重 也是连续三年超过了200亿元 第二个方面 就是我们金融的服务 绿色发展的保障功能 也在持续的强化 接着目前 我们金融机构 银行业 发放的绿色的贷款 是超过了400多亿元 比去年 从其增加了20%多 今年去年的2021年 也成功的发行了 10亿元的绿色债 这也是我们海南的 首次发贷券 不仅如此呢 我们还将绿色的金融和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呢 也紧密的结合 我们海南省的农肯 成功的发行了 全国首单的 绿色乡村振兴 公司债 发了8亿元 同时我们金融要素的市场 也在博越 因为在全国金融的交易场所的 清理整顿大的背景下 我们海南根据总体发案的相关要求 还在推动建设一些重要的交易场所 在去年和前年呢 我们陆陆续续建了国际热带农产品 交易中心 国际能源交易中心 国际文化艺术品交易中心 国际资产权等等 而且在全国率先的推出了 允许非居民参与交易场所的交易制度 目前我们各类交易场所 交易量已经达到了3000多亿 前不久呢 我们在三亚 也是挂牌了海南国际衍生品 这个是对大宗贸易的结算清算 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海南自贸港 本身呢 是拥有发展绿色金融的政策制度 和天然的生态的优势 大家都知道呢 海南自贸港呢 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交易力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衔接带 对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和深化国际合作方面呢 有天然的地缘的优势 和先天的条件 通过海南可以链接全球的绿色发展的资源 汇聚全球绿色发展的智慧 形成全球绿色发展的合力 在政策制度方面呢 除了总书记 对于海南做了很多关于生态保护 还有绿色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批示指示以外呢 我们有海南总体建设的总体方案 包括国家生态文明实验区的实施方案 里面都明确 我们要大力的发展绿色金融 鼓励绿色金融创新 在海南那进行先行先试 加大呢 应对气候变化的 屠龙兹的支持力度 这样我们在三亚呢 也落地了气候的基金 等等一些组织 第二呢 就是海南呢 还是拥有丰富的 绿色碳汇和蓝色碳汇的生态资源 海南不仅是自贸港 更是生态岛 在过去的2021年呢 空气的资粮 优良的天数达到99.5 整个去年我们全年的PM2.5呢 是13.5 其中三季度最好 三季度呢 达到了8微克 所以呢 海南的这个生态优势非常好 我们的三季的62 也都是居全国人列 海南呢 还拥有了209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这个呢 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二 全国300万 我们占了200多万 每年呢 我们的碳交换呢 能量呢 是达到了4亿吨 所以呢 我们预测呢 是将会有超百亿元的 潜在的蓝色碳汇的经济价格 第三一点呢 我们已经提出了绿色金融 发展的行动计划 和科学的路径 前不久呢 我们是在去年12月份 发布了首个 我们海南金融业的 14.5规划 在规划当中 我们提出 要对标最高级别的 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构建完善的 金融绿色的生态体系 支持我们双碳目标的实现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海南呢 将以金融的全面的支持和赋能 绿色的发展 下一步呢 我们将在绿色金融与服务 绿色金融的标准和体系 金融科技的深度应用 跨境的绿色投融资 以及深化国际绿色金融的合作 等方面呢 会持续的发力 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 综合效能 一是呢 要加大 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 和供给的力度 丰富直达实体经济的 多层次的 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我们会通过招商引资 积极的吸引国内外 绿色的金融机构 来海南集聚 通过绿色债券 绿色基金 绿色保险 绿色信托 等多元化 多层次的绿色金融的产品 和市场体系 更好的满足绿色项目的 投融资的需求 鼓励金融机构 创新的信贷的产品 研发呢 适合节能减排 支援的综合利用 专项的绿色信贷产品 同时呢 我们也支持本地的法人 银行呢 发行绿色的金融债 用好呢 央行的探检牌的支持工具 推动的保险资金 为绿色项目呢 提供长期稳定的资金的支持 第二个方面呢 我们是充分地发挥 海南自贸港跨境投融资 和特色金融的优势 打造支持绿色发展的 海南的金融样板 我们将研究推动绿色金融 支持跨境的交易 因为最近呢 我们正在推动 设立这个海南国际 碳排放交易所 这个如果说快的话 我们是和三家央企 以及我们省属国企 正在搭建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实现以后 我们会和我们国内的 这个CCER 促使和国际进行对接交易 因为两者呢 是有巨大的一个 汇率上的一个差距 前面有我到北京绿交所去 我看大概最高的价格 一吨是卖100多一点 大部分是在80到90 在国际上呢 大概是在四五百左右 这样呢 我们是有巨大的这个 汇率差距的 要实现这种跨境的 这种交易的话 海南是一个最合适的 一个地方 我们有非常好的这种 跨境的相关的政策支持 同时呢 我们也创新地发展 数字绿色金融 加强的数字金融 请我解决一下 接受问题 就是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需要花几秒钟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的PT 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了 正确的页面 刚才说第三个目标 是促进透明度的提升 和长期主义 那我们就需要 在这个过程中 披露更多的信息 让这些大型的公司 披露他们的信息 向我们展示 他们到底是如何 去发布他们的ESG风险 如何去管理他们的资金 开展行动 当然 欧洲的经济 非常的重要 尽管 我们已经认识到了 气候变化的风险 但是我们值得一提的是 有的时候理解 不一定会转化成行动 不一定能够转化成 可持续的行动 我们还是需要 在实现环保目标中 去做出一些实质性的贡献 那这里面有六个 我们的目标 比如说减缓气候变化 适应气候变化 水的可持续利用 循环经济防止污染 生态健康等等 经济活动的展开 一定要和环境相适应 来实现可持续的标准 这样子 我们才能够在活动的同时 保护环境 还很重要的一点是 这些标准非常的有用 我们的目标 发布了之后 有很多很细致的 规章制度 大家就可以看到 更细致的分类和标准 现在银行 投资者都已经开始了第一步 来发展绿色金融 绿色经济 第三 也就是 值得讲的是 我们总体计划 中很重要的一个支柱 但并不是唯一的支柱 可以给我们展示 经济活动是如何在 我们的总体规划 在这个分类法之下去落实的 比如说 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命令 让这些资产经理 要求大的公司和上市公司 要披露他们的金融产品信息 让这个过程更加的透明 尤其是这些ESG的 绿色金融产品 会有一些更细致的规则 因此 大家就会更明确 如果投资到这些绿色金融的产品中 它到底是不是 帮助我们进行可持续发展 就是我还想 提一些其他很重要的点 金融基金经理 可以对他们的投资者 非常的坦诚 透明化整个过程 如果这些公司能够展示 更多的信息 现在欧盟就在 这个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方面 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们现在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 这些会要求 所有的大型公司 公布 他们非常 非常细致的数据 其中就包括 有哪一些金融业务收入 是符合标准的 这些收入的占比 他们的 资产负债表 有多少符合标准的投资和运营 支出占比 最后都会形成一个非常综合性 整体性的政策 那么我演讲的第二部分是 匈牙利中央银行是如何采取行动 把政策转变成行动的 我们在东欧 算是一支新兴的力量 可能 对于其他的欧洲国家 来说 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 或者是和一些美国的市场 和亚洲的市场相比都不够发达 在2019年的时候 匈牙利中央银行启动了 所谓的绿色项目 这是一个行动计划 我们的金融体系 其实是很脆弱 暴露在各种金融风险之下 我们但是现在想要开始 去解决这些问题 更好的做好准备 因为气候变暖 可能会对我们银行业 金融业 对我们的经营产生影响 因此 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一些 绿色的债券 那当时我们的目标 就是希望在各个方面 都能够开花结果 能够让我们的体系更加的稳健 能够对个人和系统的风险 进行评估和管理 尤其是要将银行 金融体系 有更多的绿色金融产品 更多的投资 更多的项目 那么就可以将金融体系 变为经济绿色转型的引擎 那我们的这个项目 主要有三大块 也就是三个步骤 有一些资本市场的 第二大块是我们的社会 和国际关系方面的 我们加入了专业团体 我们和很多非政府组织合作 我们和日本和中国 也都是组织的成员 来共同促进 可持续的发展 同时我们还构建了 和一些专业团体 大学的绿色项目的合作 让一些学生也能够加入进来 进行学习和培训 那么就可以学习一些 绿色金融方面的课程 有一些资产管理经理 可以给我们提供课程 让学生从这里面毕业 还加入了很多的 参加的专业会议 可以学习 其他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 尤其是一些金融体系 更加先进的国家 可以给我们提供 很多有益的指导 第三大块就是 减少我们在经营过程中的 生态足迹 而做信息披露方面的 一个很好的案例 那现在大概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对气候压力测试的显示 气候变化减缓 对于金融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全球的气候变化减缓 不成功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大量的产业会有超额的不良贷款比率 这是在失败的过渡情景下 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银行业进行环境风险管控 我们要对环境风险的抵御 气候变化的风险 做出表率 付出责任 进行一些绿色植树的活动 匈牙利银行 也已经签署领后国负责任银行原则 那时候 还没有其他的匈牙利银行 参持这样的原则 但是我们已经加入了这样非常重要的一项倡议 但是 我们 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个表格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在政策执行 管制 风险管理 信息披露方面 确亚利银行其实还没有完全的符合达标 所以 我们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很多的努力要做 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和这个大的体制做很好的融合 实现他们达到他们的标准 在之前的一名演讲中 我们也提到了 一些刺激计划的重要性 其实匈牙利目前 已经提供了绿色优先资本 银行就可以获得一些支持性的资金 在去年的一月份 第一阶段 银行 就可以用于 把这些资金用于投资 去支持一些绿色产品的发展 可以有积极的行动 可以投资到一些绿地 农业 以及其他的 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动之中 那么银行 就可以享有一些折扣 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的折扣 我们的投入比起中国的银行 可能还没有那么高 我们到目前截止投资的是 2310亿福林 这是我提到的资本市场 投资市场在欧洲 在ESG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年非常的火爆 有很多的资金 很多的基金都已经涌入到这个领域 在匈牙利 我们共同基金在ESG方面的投资 依然是低于欧洲整体的水平 虽然这个比例是在上升的 但是我们的共同基金 比起其他的东欧国家 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我们需要在这个方面 做更多的努力 那么最后 我想要分享的是 我们其实要 在开展更多的合作 为了更负责任 为了能够发出表率的作用 来减少我们的碳足迹 我们也在树立了减少80%碳足迹的 这样的一个目标 现在 我们每年其实都在努力 通过投资 通过对一些绿地 一些绿色项目的投资 来减少我们的 来中和 比销我们的碳排放 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 零碳净牌 对于匈牙利银行来说 这可能是很有用的一种方式 更好地去适应环境 减少我们的碳足迹 来最减 最小化我们的影响 最后 刚才提到了NGFS 也就是绿色金融系统网络 中国日本 也都已经加入到了 这样的一个体系当中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他们的提议 对于中央银行 对于政府 都提出了 将气候相关的风险 纳入金融稳定监测 和微观监测之中 匈牙利中央银行 也用这些指标 来监测自己的活动 是否符合这个标准 我们是否加入到了 国际的努力中 同时 环境变化 是我们共同面临的一些议题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的聆听 这就是我的演讲 希望对大家有用 非常非常详细地介绍了一下 欧盟在绿色金融方面的各种各样的规定 以及这些各种各样的规定 如何是在匈牙利的央行的指导下来推行的 如何这些原则是为了达到碳中和 因此这些各种各样的活动是怎么样 由银行来陪伴 银行来推动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教科书式的介绍 所以对我们也很有参照 我们希望将来 我们可以从Gurira先生那 得到这些Site 这些介绍 因为这些介绍对我们更好的理解 欧盟的绿色金融这些规矩和规定 会很有帮助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跟Gurira先生来分享 另外我想借这个机会来讲一讲 这个海南绿色金融研究院 我们这个海南Brain Finance Institute 最近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海南绿色金融研究院 也做了一套 如何衡量这些企业和企业融资活动的 这个标准问题 因为虽然中央银行给商业银行 规定了一些鼓励金融 绿色金融投资的方向 但是这些商业银行 如何去判断 什么样的项目和什么样的企业 可以享受这些绿色金融呢 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在努力做的事情 而海南绿色金融研究院 在这个方面 做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努力 也就是我们 把各种各样的企业的活动 分了一下类 然后我们可以给商业银行 提供一个更容易做的标准 商业银行可以在这个当企业 来跟商业银行贷款的时候 他就可以用这个标准 简单的去衡量一下 看是不是符合绿色金融的标准 如何符合他们的活动 他们的融资需求 是符合这个标准的话 他们就很快的可以得到 绿色金融绿色贷款的融资 绿色贷款当然是一个优惠的贷款 是这个低利率的贷款和长期的贷款 这对企业的发展 企业发展这些 绿色可持续的项目来说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也想跟欧盟成员国的这些中央银行 加强合作 然后来共同探讨 完善我们海南绿色金融园院创建的这一套 绿色贷款的这个衡量标准 好 谢谢 我们最后一位发展的人 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 Eric Vergrove先生 这个我们都知道 亚洲基础设施银行 从创建以来 已经取得非常非常好的成就 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 有很多很多亮丽的这个决定 那么我们希望 他最后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个方面 在这个我们这个亚洲基础 投资银行方面 他们是如何来考虑这个绿色金融的 Bergrove先生 请您发言 非常感谢 非常荣幸能够 参加首次论坛 并成为最后一个演讲者 很抱歉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我的一些想法 我们亚洲开发银行 就是投资银行 目前在中国所做一些工作 其实主要的工作 我觉得 这对我们的分享来说 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帮助 当然我也希望能够得到 大家更多的一些回应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和中国目前的进展 在这个静零经济方面 请于是我先分享一下 我的这个屏幕 抱歉 稍等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屏幕吧 这是我的 我是我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组 但是呢 我们和其他的一些 中国的一些机构 进行合作 尤其是一些大型的一些企业 和 所以 对于我的这个 企业来说呢 这个 我们的一个监管 一个管理者呢 担连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有很多的技术方面 一些问题 还有政策的一些问题 我们要去面对 所以 对于 对于核心来说呢 这都是我们的一些挑战 我们需要有更大的一些远景 我们有三个方面的内容 我们需要去面对 第一个是绿色规划 我们需要去对单个的 经济体 使用这个量化的目标 中国呢 已经对此做出了很多的一些回应 包括投资和创新发改委 在负责这方面问题 第二个呢 是碳市场 我们需要 采用这个价格机制 来 指挥这个温室 气体的排放 定价的市场 这个是由呢 环境和生态部门 去进行负责 第二个 第三个部分呢 是 是 它涉及到了很多不同的一些因素 我们称之为是这个绿色金融治理 这里面呢 包含了一个激励和意志 两个方面 我相信 之前的一些演讲者呢 也提到了相应的一些内容 非常的相似 也就是我称之为的这个绿色金融治理的 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 我们需要做的是 这三者呢 我们都需要 这三方面我们都需要去做 但是问题是 我们如何去做好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平衡 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这三者之间的平衡呢 它并不是一劳永遇的一个平衡 它是基于时间 不同的一个变化阶段的 不同的一个变化 包括不同的一个黄业等等 我们都需要去 也就是说 它是因事因地因事而变的一个 动态的一个平衡 我们必须要去做好 这三者的一个平衡 所以呢 中国需要做好这三方面的一个内容 中国的成功呢 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成功 是对于我们整个世界来说 对于整个世界去实验 净零的一个目标都是非常的重要 在格拉斯哥的这个联合气候会议当中呢 我们也进行了相关的 讨论 我们接下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净零的一个框架 在中国呢 已经建立了 先应的这个探 探大风领导小组 这是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小组 去实现我们的净零的目标 它就是一个领导性的一个小组 去组织好我们的整个净零目标实现的一个过程 它我们的这个领导小组呢 他们的办公室就设立在中国的发改委 这里面涉及到了他们要负责的内容 包括这个探市场 包括这个是由这个国家环境委员会来负责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 对于这个净零的目标 还有计划和目标的一个实现 我要去强调的是 就是一个领导 领导能力是至关重要的 去帮助我们实现净零的目标 那这里面的需要 净零目标的实现的需要 中国经济的各个部门 各个地区 各个城市 各个社区都为此做出努力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长期和短期的目标 这是非常具有意义的 同时那两个目标 它都应该具有相应的一个 在外的一个边界 我们应该去鼓励每一个实体 在可能的情况下 在目标之期达到之前 去实现他们的目标 早期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并非所有的经济领域 都能在2016年去实现 一个净零的一个排放 如果他们可以的话 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更尽早一些实现 如果他们早一步的话 我相信它对我们的目标的实现 会更加的有意义 更减少更多的这个二氧化碳的气体 温室的气体进入到我们的大气当中 所以这是 所以这是第一点 我们需要有长期和短期的目标 2060的目标呢 我想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目标 它应该成为我们的主要的目标 而2030的目标呢 我们去应该是以最低的调整成本 生产最产生最低的这个温室气体为增加量 这是我们中期的一个目标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中期目标 有这样的一个效率 去这个减排 这对于我们去实现 减排减成本 这对于我们实现 2060年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成本 也是我们整 在我们的整个净零计划当中呢 扮演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去 开始去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需要我们大量的努力 去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对于这个坦达峰来讲的话 坦达峰它是一个天花板 我们认为 我们需要有 要有中国的经济 要去更好的 更好更快的去实现 这个坦达峰 所以呢我们这样 也为我们后面的这个调整呢 奠定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而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这两个目标呢 都必须落实到各级的政府 各个省份 各个经济部门 比方说海南 海南省 他们现在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领先的一步 对于目前来说 我们一直住 一直关注在这个坦达峰的一个目标当中 之后呢 我们需要在各个方面 各个领域去实现我们的一个净零一个计划 所以呢我们应该去有我们的每这个年度的计划 更好的支持我们去实现 我们最终的一个净零的目标 对于领导 统统领导小组来讲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合作 还有协调的工作要去做 我们有很多的 我觉得呢 我们需要有几个净零战略的依赖 与所有这三个机制的一个有效的协调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 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要一个因素呢 是我们要让我们的金融部门能够去加入 加入其中 他们在其中呢 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要保证金融领域的这种透明性 他们的一个借贷 对于企业来说呢 企业来说 可能也可能去担心 可能会去对他们借贷有一些影响 但是我们需要去 企业跟银行当中呢 需要在他们的一些合作进行更加充分的 一些了解和信息的披露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 这个银行的监管和发展当中呢 还需要很多的一些协调 所以我们鼓励发改委进一步加强 内部的协调与合作 来建立金融机构与排放企业 进行风险分担这个机制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措施 而且呢 它将成为我们这个金融机构的一个 一个见面 尤其是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一些 独立的机构或者说是个人 能够去 去检查现在的一个工作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个地的存在 或者来自于碳协会 或者说是 气候变化的一个协会委员会之类的 他们能够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参与讨论 我认为 他们的参与 也是 非常的 重要的 我相信中国的这个政策制定者 也会去考虑这样的 一个 结构的一个设置 另外的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是能够去 去建立先的一个 重新考虑金融监管部门与环境部门 中的责任的划分 好 另外的一个就是呢 重新建立净零评估小组 加强他们的一个协调 另外那个是需要去确保 有效的一个净零的一个计划 我们说呢 这净零的一个战略 需要有清晰的一个计划 需要去 发出来 需要构化出来 我们每一个地区 每一个城市 他们不同的发展的一个路径 我们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地方跟政府呢 他们 不同的地方 或者说地区的一个政府呢 他们要有更多的 以包容的方式和合作的方式 去展开合作 去规划 这个年度的竞争计划的一个实现 同时呢 我们也能够去支持 当地的竞争计划 我们相信呢 这将会 并通过建立激励奖励计划 来减少温收气质的排放 我相信呢 这将加快我们的这个绿色转型的政策的实施 中国是一个拥有优越的历史的国家 他们在这种协调和支持奖励 互相学习方面呢 他们有着非常优良的一个传统 我认为他们 能够去组织更多有效的这些方式 组织起来 同时我们希望其他这个国家 他们也有自己的这个标准和规范 来去鼓励这个经济目标的一个实现 这是第一大推动力 第二个推动力呢 我想那就使用碳市场 利用碳市场来 发出信号 发出价格信号 中国呢 已经建立了碳交易 已经开始 我们相信的它也将成为巨大的一个推力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起点 虽然来说这个碳交易的价格比较 定价比较低 可能 上一次我看到的可能是 可能大概是三美元左右 所以我认为 我觉得这个价格呢 需要再提高一点 包括这个 可以参考一下欧盟 或者是欧美地区 他们的一些价格定价的一个体系 把这个价格推高一些 我相信这也对于这个发电部门 或者其他的一些部门呢 他们会是 一个种激励 所以说这个碳市场呢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力 我们也要去这个 加强与金融部门的合作 加强监管 同时我们希望能够看到 这金融部门 这些部门呢 他们 进行了一些 通过这个管理温室气体的排放上限的 积极加强新生的这个ETS市场 去加快覆盖扩大的一个范围 并预测可逐步提高的一个价格 让其他的公司呢 尽快去做出承诺 做出他们对于时间净零的一个计划 从每一个单位 一个公司 一个公司这么去做 我相信 这也将 更好的去推动 整个竞争计划的一个实习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另外的一个部分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必要的一个组织部分 就是这个抵消市场 补偿的一个计划 补偿计划呢 是对市场结构和机制重要的一个补充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就是我们去使用绿色的一个金融管理 治理来去推动我们的一个变革 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不仅仅是需要有计划 同时呢 他们也需要 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工具参与其中 这些政策呢 包括市场的激励机制 还有这个监管的管理机制呢 需要加快过度的速度 他们也需要更好的去扩大规模和更好的协调 对于整个这个市场来讲的话呢 继续成功扩大可持续融资的一个市场 所以 央行呢 也应该去继续发挥其领导 作用去制定相当的标准 能够更好的发挥金融 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 提及使用补贴促进新技术和创新的实施 中国在这方面呢 有着丰富的一个经验 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很好的去推动它 还有另外的一点呢 就是识别并鼓励各个金融机构和企业 披露他们的这个金融风险 我们认为 这个绿色的金融管理 金融治理 披露和减少探租气和气候风险呢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 其他国家也在这么做 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互相去借鉴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金融的手段 是在整个竞争经济实现当中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我们的央行呢 应该在其中扮演更多积极的作用 去制定 净零过度的一个情景 比方说以绿化 这个融资网络 净零 系统场景来推动 金融机构披露 探租气候气候风险 所以对于管理者来说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透明的一个制度来推动企业的探租气和气候风险的一个浮现 那个披露 我们要让中国的做法能够去更好的去接轨到这个国际当中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 在气候变化过程当中 应对气候变化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相信用不了多久 中国也将扮演一个领导性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些呢 这些呢 应该被提上 一时一时用上来 同时 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激励和意志的一个机制 我们如何去设置这样的激励或者意志的一个措施 激励其实呢 在改变市场的决策 公司战略和个人形态当中 也发展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这个碳交易 让我们像发挥其他经济体那样 积极的进行这个 征收碳税 也进行碳交易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 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试试 我们想说 我们还有 更多的一些 我们的这个管理者可以 想到更多的一些机制 制定更多的一些政策来去引导 整个市场和 企业的一些行为 我们要去授权 激励评估小工作组 给他们充分的一个授权 让他们能够去提供到有效的一个回馈 我觉得中国应该去考虑 效仿已经在其他司法管辖区 运作的一些经验 我们可以去建立 半独立的 这种净零评估工作组 让他们能够去看看 他们这个净零目标的 实现的一些情况 我们能够做些什么 他们做的怎么样 并且搭建相应的这个交流的平台 同时呢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这个模型 比如CCI啊 CED啊 也能够去帮助他们 提供更好的 这些经验 在过去几十年当中呢 他们 还是有些经验 可以被汲取的 这就是我们 这也是之前我们的一页PPT 我们进行来进行 一个简单的一个总结 我们建立了这个净零的 一个框架 我们也设置了相应的 管理的一个措施 对于中国政府呢 已经表明了 他们对于生态目标的 承诺 并在实施过程当中 采用了全政府的方式 我觉得这是两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我也需要去强调它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两个目标都很的重要 这不仅是在国家层面 还鼓励所有的经济实体呢 去制定 净零的目标 净零的计划 我觉得这三种机制 对实现净零的目标 都非常的重要 都有改进的一些方向 但绿色金融治理 在帮助中国实现这个 探中和方面呢 就特别的前景 所以我同时呢 中国呢 也可以去考虑参与到 更多的论坛当中 去实现净零的一个目标 我觉得所有的这些方面 我们都可以去 不断地改进 包括绿色金融的 工具的一个支持 帮助中国更好地实现 双坛目标 我相信中国能够做得更好 包括这个建立办独立的 这个建立评估工作组 鼓励问责制 比如跨尸体的一个合作 最后一点呢 中国参与到了很多的 国际事务活动当中 我们应该去鼓励他们 去实现国内的一个 双坛目标 他们的经验呢 应该被推广 到各个的各级的政府当中 让大家去相互的借鉴 去讨论 我相信中国也会从 其他国家的 这个经验当中去受益 我认为这有很多的经验 我们可以去学习 包括中国的经验 好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我的演讲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能够有用 非常感谢 有问题 我非常欢迎和大家讨论 非常感谢 非常非常好 这个 战克朗先生代表的这些独立的 分析家和独立的见解人 给中国政府提出的这些分析和建议 对中国政府落实这些双坛目标 有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呢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街上呢 也从另外一个侧面 回答了现在 有一些国家对中国落实双坛目标 不太信任的他们这种态度 因为这个当中国的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主席 在这些这个联合国的 这些会议上吧 几次 习近平两次在巴黎的这次 确保峰会上 和后来在这个 前不久召开的 英国在英国的这个召开的 这次联合国的峰会上 中国领导人都做出了很多的许诺 就是一定会坚持完成这两个目标 但是呢 有一些欧洲的疑论 就对这个不太信 他不相信中国政府 会认真的去落实这些承诺 他认为中国的这些承诺 就是一些口头的许诺 只不过是为了装装门面而已 但是呢 这个格拉夫先生 给我们做的分析证明 中国政府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 是认真的想落实并解决这个碳达峰和碳中和的这个目标的 因此呢 因此呢 有这些这个独立的分析家呢 来观察中国的情况给中国政府出建议 然后他当然也建议了未来 也要组建一个同样的独立的审查委员会 来审查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的进展 取得的进步 以来督促中国政府更好的落实这些措施 反过来讲呢 这些这个这些机构性的建议吧 也可以帮助中国政府解决 他面临的这个如何落实双菜目标的难题 也可以更好的回答 欧洲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担心 谢谢格拉夫先生 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讨论 有谁对刚才这些嘉宾的发言 想做评论或者提出问题的 现在可以这个举手要求发言 那个举手的部分在这个下面 那个小栏里面最右边的那个回应 那个栏里头 回应栏里面点开了以后 有一个举手的那个 那个标志 有赞赏的标志 哭的标志 和一个举手的标志 请举手的话 我就可以这个看到 可以让你发言 有谁想发言吗 因为今天除了我们的这些嘉宾以外 还有一些听众 这些听众也可以对嘉宾 提出新的问题 或者对嘉宾的讲话 提出评论 有谁想发言吗 有谁想进一步的这个探讨 刚才那些问题吗 我看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人发言 如果没有人发言的话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会议探讨了很多很多重要的 如何推动这个绿色金融 更好的为这个绿色技术和绿色发展服务的这些问题 也提出了如何加强国际合作来进度推动这方面的这些合作 我觉得今天的会议非常成功 感谢这些嘉宾的参与 感谢他们的发言 感谢他们对我们这个中国绿色发展和未来的国际合作 所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建议 谢谢大家 那么如果没有其他的发言的话 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此为止了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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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sorry for waking you up so early in Washington D.C. is the program No problem Give me a early start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haring your analysis on China's dual carbon target and your suggestions about how Chinese government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deal with these targets I hope that we I hope that you are Hainan is very ambitious when it comes to these I know that this goal of China actually is very 有雄心 而海南也做出了 很大胆的设想 正如您所说的 海南确实也做出了很大的步伐 我们当然也会从 我们的先发优势中获益 非常感谢 也许之后我们在线下还会有一些 进一步的讨论 非常的欢迎您到中国来 我们来分享更多的见解 比如说如何来推进 海南的绿色金融治理 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所有人的参与 再见 Goodbye Good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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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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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